我不知道台南叫什麼 名稱 台南虱目魚 台南 鮮魚 台南 牛肉湯 但如果是用鮮魚或是虱目魚的話 其實只要跟同一隻借個魚頭菌 當吉祥物就可以了耶 歡迎大家提供你們希望台南叫什麼隊伍吧 有些人會說什麼地獄下午茶 就是我沒有辦法說那麼地獄的話 趕到天堂下午茶好了 好 我順意潮流 我們就是叫天堂下午茶吧 啾咪 歡迎收看地獄下午茶 這一集是在飯公室做露餅 然後今天吃的是泰式打拋豬便當 所以我們公司樓下一間還蠻不錯的 然後呢我現在就在等待我的製作人出現聲音 因為他現在聲音有點問題 我聽不到他的題目 我會心裏有點 寂寞 孤單本了 沒有聲音 怎麼會這樣 看我都哭出來了 我多慌啊 這個錄影 欸製作人我剛剛已經自己開場了 資深媒體人在臉書上的一段貼文 我大鏡周刊就隨之起舞啦 其實也沒經過查證 首先呢 黃曉文其實是有列入 38人東京奧運黃金計畫 菁英選手名單裡面的 他有 他是第三集的 第一點就錯囉 再來 黃曉文曾在2019年拿下全級市井賽冠軍 當時他所參加的是54公斤級 然後呢 我們就發現了 東京奧運的量級 其實是 所以到底是要增加到57公斤 還是降至51公斤比較有力 這得經過教練和專業的團隊來評估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多討論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專長 全級協會理事長李武南表示 當時他所參加的是54公斤級 不屬於奧運量級 因此必須重新打選拔賽 讓其他人心服口服 也給別人一個機會 那黃曉文的教練 劉宗泰就認為 這個制度上是有問題的 且還選大亂鬥方式 也會擔心讓選手有受傷的可能性 但他們只能無奈接受 並且讓黃曉文被迫採取 較為級距的減重方式 一週降一公斤 來符合51公斤量級的標準 但其實呢 他就是為了要去符合 就是東京奧運的參賽標準 所以他才要去選擇降體重 那其實全級協會理事長的說法 我贊同也不贊同 首先給大家機會是非常合理的 在海選當中找普玉 說不定就真的找到了 另外一個全級的獎牌 但是呢 黃曉文已經不是素人選手了 或許可以在賽事當中 有一些種子的名額 有一些彈性 可以讓他直接面對實力更相近的對手 避免受傷的狀況 這篇報導其實是 沒有在經過查證的情況之下 就把擁有話語權的一些人士 在社群上面的貼文 直接做成一則新聞 我覺得是還蠻不認真的 Google以下就知道 東京奧運的全級的量級有哪些 你應該要了解的是 他為何會選擇減重 關鍵點是在哪邊 這個才是我們需要去了解的地方 在那個海選當中 其實是真的也可以做到一些彈性 畢竟規則是人定的 相信協會這邊可以再做更好的處理 我只不能理解那些名嘴 就是說為什麼要減重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他們採取的標題實在太過於慫動 導致讓大家如果只看到這篇新聞的話 會根本不了解詳細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小代回國之後 好像情緒有點失控 選手的心理健康其實是很需要重視的一環 尤其在這次的東京奧運 很多運動員的心理健康 被抬上臉來討論 包括了美國的體操的 Simon Biles 然後還有大阪之美等等的 其實很多運動選手都在這屆奧運特別提出來 其實小代的發文可以說是一種發洩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全台灣人 無條件的支持任何人 或是無條件的要去攻擊某一個人 因為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想法 因為嘴巴長在別人身上 基於 身而為人的基本禮貌 就是要尊重彼此 而不去互相的批評或是謾罵 再強調是身而為人的基本 可能因為社群就是用的太方便了 然後就讓大家覺得 隨便發表自己的言論是不會受到任何的懲處 我覺得這不太是對的一個方式 有的人會說 小代就是太過於在意一個Nobody的想法 但是我必須說在那個當下 沒有人可以理解小代 其實那是蠻寂寞的 所以他想要做什麼 我覺得都很可以理解 也值得被理解 但如果說你真的覺得他打得怎麼樣之類的話 其實你們真的也不是教練 所以就 Shut up 靜靜的其實也是一種很美好的事情好嗎 其實好像不只是選手有心理的問題 我覺得動物好像也有心理的問題 像這一次 突然被大家看見的馬叔這件事情 本來排名第一的那個 他的馬兒不配合 所以他那一項是拿到0分 那個項目叫做現代武相 他有其他不一樣 像什麼極劍等等的 馬叔這一項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不是用自己的馬 他們必須在賽前20分鐘 先跟他們培養一些默契 你知道20分鐘要培養默契有多難 跟人都很難的 更何況是跟動物呢 讀者研究他們說 其實常常每一屆都會有0分的出現 只是可能照片剛好被拍到 因為剛好那個照片被拍到 就是真的是很反差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馬兒好像在笑得蠻開心 因為他就咧嘴笑 然後選手就是哭喪著臉 老實說這真的是蠻辛苦的啦 說實在 尤其是在現代武相 馬叔這個部分 非常非常多的不可控制的因素 因為像是馬兒的情緒如果好或不好 就會影響到他當天的表現 現場的佈置是馬兒不喜歡的 或是不熟悉的 他也可能會拒絕 去配合選手的演出 其實這真的是 是不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加入了馬匹這樣子的不定因素 可能會是讓比賽好看 但也有可能是讓比賽更不好看的一環 我現在沒有一個定數 有些人想要我來討論一些 就是跨性別選手的這個問題 老實講因為我研究的還沒有那麼的深 我只能給出一些比較粗淺的一些想法 因為現在他們在比賽之前 他們都會去研男性女性那些指數等等 來去依據說他應該是要在 哪一個項目裡面是參加男子的比賽 或是女子的比賽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那為何不在奧運裡面 就比方說游泳有女子有男子 再增加一個跨性別這樣 我覺得這是成本的增加 但其實對於性別平等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幫助 但或許在這些跨性別人士的參與之後 創下了更多不一樣的 奧運他們想要傳遞的一些精神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鼓勵的事情 跨性別這題真的好難 我完全沒有辦法有一個終極的結論 我只能先說我出錢的一些想法而已這樣子 那個倒圖這個真的是太嚴重了 連你家攝影都受不了 整個暴怒 有那個網友說我在奧運期間 會很像在當海巡 然後到處揪圖 然後留言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平常不太會用我的粉絲的專頁 然後去其他人的粉絲下面去做留言 我最常留言就是在JuJu麥下面 鬧鬧他 調侃他一下 增加就是生活的一個快樂的元素 這次真的讓我發現到 大家對於版權的就是重視蠻低落的 反正我就已經提出告訴了啦 基本上如果都不道歉 然後也不撤圖的話 我基本上都會給他們機會一開始 但後來他們如果是不回應 然後也不道歉不撤圖的話 就直接提告 反正已經去警察局報案過 我們也了解那個程序了 我不建議再持續報案 持續的來去提出告訴 所以大家自重啊 雖然奧運已經在 8月8號父親節這一天已經落幕 對於運動媒體來講 這次是還沒有結束 對於運動YouTuber來講 也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因為在接下來 不到400天的時間 就是杭州亞運囉 然後不到4年的時間 就是巴黎奧運囉 在東京奧運結束之後 對於賽事的熱情迅速降溫 其實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很明顯 那要是地球暖化的降溫速度 能這麼快就好了 不到2個月時間就怕運囉 呀 怕運喔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有捐款 所以他就有送我這個 感謝狀 然後呢 他還送了口罩 剛好就來開箱 因為我才剛拿到而已 熱騰騰的 TOKYO 2020 很美 我覺得很好看 希望大家 支持完我們的東京奧運之後呢 也可以支持我們這些 怕運的選手 持續關注 而且艾爾達還是會有轉播喔 你各位 而且我真的要必須幫艾爾達 這些主播們說聲辛苦了 而且他們這次轉播的好棒 功課都做得好足 我聽起來好舒服喔 讚讚 一個月99塊 你就少喝兩杯 手搖飲就好了吧 對啊 像我 我就是少吃一個便當就夠啦 這三集連續都有在討論到 轉播的普及化這件事情 那我就有看到一篇文章 又是在提到就是說 這99塊的付費強 這件事情 怎麼說呢 運動產業就是需要錢 每個產業都要錢 如果有哪一個環節不需要錢的話 這個產業的結構就垮掉了 不要說我們太俗氣或幹嘛之類的 沒有錢 真的 萬萬不能 T1重磅消息 一個是他們的會長 是一個台灣籃籃 蠻重量級的人選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的隊伍 好像又冒出了兩隊 我覺得會長找 錢姐是蠻適合的一件事情 好總之我忘記他確切時間點 但是呢 他就不是在早上發的 是在晚上 而且還蠻晚 公布會長這件事情 這不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嗎 為什麼要在這麼晚的時間點 去做發布呢 我實在是不太能夠理解 這個行銷的操作啦 本來呢 這T1聯盟 其實有一位代表人物 就是管哥 然後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最近的新聞 就已經少了他的訪問也好啊 聲音也好啊 甚至是照片啊 其實都沒有 但是呢 請來的錢姐 我覺得這還是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決定 而且是一個非常正向的帶領 因為有他的加入 可以幫T1加分不少 再來呢 8月6號這一天 就是在選秀前三天 知道了 T1多了兩隊 台南隊和桃園雲豹隊的成軍 然後桃園雲豹呢 是由我的前長官 就是康曉玲 擔任了領 對 台南隊則是由 熱愛體育長期熱心協助 台南運動員養成的地方人士 李宗漢主導 選秀前三天咧 不是啊 你這麼多隊 然後 你在選秀前三天公布 我不曉得到底是要怎麼選 要說荒謬也不是 要說奇怪也不是 要說驚奇 太驚奇了 怎麼會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做操作呢 荒謬你好歹是一個職業聯盟吧 怎麼可以就是想幹嘛就幹嘛 想家就家 哇完全好像沒有一個規章所在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就這個T1聯盟來看起來 我覺得做的最認真的 真的就是高雄海神欸 其實他對我 老實講我現在看不出來有些什麼 然後順位 還沒公佈的他們兩個新的順位 你知道今天是8月9號吧 今天要選秀啊 是我們等一下可以再錄一個 就是等他們選完 你可以自己再錄一個 對 真的有的時候 不是我不地獄 而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地獄 然後再加上盜版仔的那個事情啊 我不曉得大家是要罵到他 捧著那個盒子 然後站在巷口洗門風道歉嗎 網路上的罵聲已經很嚴厲 而且也很可怕了 我在補一刀的力量 好像也沒有網友的力量 來得這麼樣的大 然後再者啦 我就必須說啦 因為我們還是要採訪 Plus League的比賽 會去前線面對到這些人事的齁 不是我 是我家記者 所以我也不想讓我家的記者難做事 一點點的人情事故還是要稍微做一下 有人前流一線 日後好相見 但如果是真正的 在一些什麼政策上 出了一些錯誤啊等等 需要鞭策的話 我這個就是不太會留情的 對 就衝著我來 嗯 今天我們的地獄下午茶 就在一片天堂下午茶當中度過 而且我便當還沒有吃完 我好想要好好吃便當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節目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們的製作人 他會再告訴我 我還是會去看啦 我還是會去留言啊 我以為你要提供我的LINE 還是什麼信箱之類 叫我灌爆我 我還是會去看留言啦 但是你們可以留言給製作人 他會把題目收集好 然後再給我 感謝大家的支持 地獄下午茶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推薦一下 我們這樣的照片呢 真的是拍得非常的棒 有小光還有猴子 我都會把它做成 我們辦公室的布置 當作一個畫展這種感覺 超棒的 上班心理就好